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当那一天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指着上船坐下 众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 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既不深 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 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 就结石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 对他们讲 是因他们看 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 正印了 以赛亚的预言 说 你们听 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 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 也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 和义人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所以 你们当听 这撒种的比喻 凡听见 天国道理 不明白的 那二者就来 把所撒在 他心里的 夺了去 这就是撒在 路旁的了 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到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极致 为道 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到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把道挤住了 不能结实 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到明白了 后来结实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耶稣又设的 比喻 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 撒好种 在田里 急至人睡觉的时候 有仇敌来 将败子撒在 麦子里就走了 到掌苗 土睡的时候 败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 来告诉他说 猪啊 你不是撒好种 在田里吗 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主人说 这是仇敌做的 仆人说 你要我们去 薅出来吗 主人说 不必 恐怕薅败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揉着两样一起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仙家败子 薅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唯有麦子 要收在仓里 他又设个比喻 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 一粒借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白种 里最小的 等到长起来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 来树在他的肢上 他又对他们 讲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面孝 有故人拿来 藏在山斗面里 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 对众人说的话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 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 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当下 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房子 他的门徒进前来 说 请把田间拜子的比喻 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 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拜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拜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拜子薅出来用火焚烧 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猜浅死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 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 那时 义人在他们户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 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 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 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 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天国又好像网洒在海里 聚拢各样水族 网寄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捡好的收在器具里 将不好的丢弃了 事件的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一人中 把二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 耶稣说 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们说 我们明白了 他说 凡文是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就像一个家族 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 就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甚至他们都稀奇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艺能呢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母亲不是叫玛尼亚吗 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 约西西门犹大妈 他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 他们就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里不多行义能呢 正在 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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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